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要求都是不同的,人生历程存在一定的差异性,出生时间的好坏就影响着人们具体的命运,同时会影响到将来的生活情况,家长们也要依据孩子的时辰去推断孩子来的成长发展历程,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因历初五出生,这天出生的孩子从小就孝顺长辈,有远大志向,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如何孝顺父母,可能要花许多的时间,这个诚实出生的孩子可以说是主动接触,主动理解,早早地把孝道根植在心,而且秉持着这份孝心,越来越有志气,小时候懂事乖巧,成年后出息不小,将来年纪再大, 依然会挂念家里,常回家看看,因历十五出生,该日诞生,在孩子自小便孝顺长辈,聪明智慧,思维快速,应变能力强,命中金水之力旺盛,财苦风盈,一生吃喝玩乐,衣食住行,从来都不用愁为钱发愁。 而这一天出生的孩子,日元比较旺,因此运势很旺,能为父母带来好运气,成熟较早,有助于父母早日成功,裁员广进,而且乖巧懂事,非常孝顺,不但可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,还可以带给父母一份福气,一生可有大出息,让父母老有所依,老有所养,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, 因例二世出生这一日降生的婴儿,从小就非常渴求知识,学习成绩很好,不让父母操心,他们对周围的许多事物都非常感兴趣,总想要得到这样的答案,于是,那个爱学习的人也就早早地长大了,这一天出生的孩子,天生就是报答父母恩的。 他们小时候学习很好,孝顺又懂事,最让父母自豪,长大后一定会大有作为,不仅要孝顺父母,还要带给家人骄傲,带给父母好运,父母也能够享受这份福气, 父母和孩子在尘世间共同走过的旅程,是一种上天注定的缘分,作为孩子,他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机会,作为父母,他们也没有选择孩子的机会,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缘分,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, 那么,孩子为什么会投胎到了现在这个家庭,而没有投胎到别的人家,这些在佛经中都有解释,子女降临一个家庭,不是随随便便的,其实缘分早已注定,如果没有缘分,即使相逢,应不识,更别说成为父母子女了, 那么,父母与孩子之间到底有着哪几种缘分呢?第一种缘分是来报恩的,从佛教的角度来讲,今生之所以注定要做父母子女,都是因为前世欠下的债,或积累的福报,在生活中,人们经常听到有人说,某某家的孩子很懂事, 其实这种孩子是来报恩的,他们从小聪明伶俐,资历能力很强,不论是读书,工作还是结婚生子,从不让父母操心,他们还特别孝顺,时常让父母为之骄傲,事实上,这种孩子与父母有着深厚的缘分, 他们可能前世见过父母,并得到父母的恩惠,他们真图报,行事端正,从不给父母添麻烦,虔诚地回报父母上辈子的恩德,第二种缘分是来抱怨的,现实生活中, 有的父母和孩子相处起来,总是很别扭,有的孩子小时候离不开父母,但他们长大后几十年都不开口叫声罢货妈,有的孩子小时候经常制造各种麻烦,长大后又不务正业,总是啃老,拖累父母,这样的孩子日后成为了祸根,家庭矛盾也因他不断升级,甚至家破人亡, 这是因为孩子与父母前世是冤家对头,投胎就是为了抱怨寻仇,第三种缘分是来讨债的,由于父母上辈子没有还清孩子的债,他是来讨债的,如果他要够了,就会因故而去,欠得越多,讨得也就越多,一般来说,欠得少的孩子,往往在三至四岁的时候就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家庭,比如事故,疾病等, 如果欠得多的话,就会在十一或十二岁离开有缘无分的父母,有的直至成年后,才回归阴曹地府,落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,让父母痛不欲生,第四种缘分是来还债的,这种孩子钱是欠下父母的债,所以这辈子他们会拼命地对父母好, 特别是在物质生活上特别慷慨,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,例如,有些孩子自己过得很穷,但他们仍然会力所能及地供养父母, 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有限,只能供养父母勉强度日,不可能让父母大富大贵。 这种孩子为了还债来到父母身边,直到他们两不相欠为止,无论父母与孩子属于哪一种缘分,都是上天安排,命中注定,父母与孩子能够得到第一种缘分,实属福中之福,那是父母前世行善积德,修来的福报。 孩子前世得到父母太多的恩惠,今生投胎为子,是让父母享清福的,若属第二种缘分,则前世一定是冤家对头,或有血海深仇,前世仇恨未了,今生再报了结恶缘,若属第三种缘分,则是两者之间债务纠纷未清,讨债者投胎追到人间所债,若是第四种缘分, 则是孩子前世欠了父母太多的债,无以偿还,今生投胎为子,当牛坐马,终身侍奉父母,如果抱怨讨债的孩子能够不计前嫌,放下怨恨,感恩父母给予了自己的生命,上天一定会念极其孝心有加,恩准其继续留在凡尘,享受美好的人生,无论是哪种缘分, 父母子女一场皆是深厚的缘分,为人父母者都会竭尽全力地为子女创造幸福的生活,但中国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, 甚以为然,古往今来,有很多富贵家族,总是一代不如一代,败亡得很快。 追根究底,是因为父母把子孙的福报提前用光了,一儿女的福报都存在父母手中,正所谓积德行善,远则儿女,尽则自身,前人栽树,后人成粮,前人积德福因子孙,父母积德行善,必定有逼因子孙的余福,而若造下恶业,自然家族早拜,儿女遭殃。 可见,父母留给孩子,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,也不是地位,而是福报,父母不积德,儿女就不顺,北宋有名的大奸臣蔡经,作恶多端,贪婪齿泥,据记载,蔡经爱吃安纯羹,一顿饭就要杀掉三百只安纯,某天夜里,他梦到数千只安纯前来索命,心中大惊,才不敢再吃安纯, 而他的子孙们,由于生于富贵之家,竟还以为平日里所吃的白米,是从草席袋里,长出来的,如此奢靡成性,蔡经命中福禄,早早就被消耗已空,等宋亲宗即位后,更是厌恶其人,将他流放千里,蔡经携带大量金钱,来到所贬之地。 本以为还能再像当初一般纸醉金迷,谁知却被当地老百姓认出,竟是谁家都不肯卖与他吃食,最终,八十岁的蔡经病困交加,活活饿死在一座破庙里,无一人替他收尸,就连他的儿孙,也没有得到好下场。 史书记载,蔡经有八个儿子,其中六个惨死,两个被发配充军,最终被杀,而孙子辈的也被分配到了蛮荒,之地无一幸免,蔡经的儿孙就此断绝人生在世,善恶之暴如影随形,重负得福。 中恶得恶,虽说英国有三世轮回,但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因缘果报不需要等待三世,很快就会在其亲近人身上得以显现,所以,成为父母,给孩子广众福田。 比留下钱财更重要,绝对福经有云,先是不不失,今世则贫穷,父母给孩子花许多钱,像很多的福,其实在损自己孩子的福报,真正对子女的爱护,其实是父母以身作则,多做善事,广及福德。 儿女有没有福,看父母就知道了,给儿女赔福,比给钱财更重要,大智度论中说,富贵虽乐一弃,无偿五家所供,令人心散青造不定人生无偿,所谓的财产,对于每个人来说,都不是拥有,而是暂为保管,谁也带不走,正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, 人应该存福报,胜过存钱,为儿女修机德行,才能量大幅大,厚福无穷,有一个吝啬的富商,某次大灾后,一位禅师曾请他均赠银两衣物救济灾民,富商却装聋作哑,一点也不愿意花自己的钱, 禅师问他,你可知,留住钱财的方法是什么吗?富商自豪地说,当然知道,到了我手里的钱,谁也别想拿走,不散纸具,钱自然会越来越多,禅师摇摇头,不再多说,几年后,富商将攒下万贯家财平分给了两个儿子,希望儿子能过好,也能将家族传扬下去。 可得了巨大财产的两个儿子,没用多久,就将父亲的钱财败了个精光,原来,两个儿子自存钱财富足,又无人管教,很快便染上了赌博的陋席,步步沉沦,最终败光家财,晚年穷困潦倒而死,富商在巨富中死去,儿子却因穷困而死,可见,没有福报, 再多的钱财也守不住,与之恰恰相反的是,中国著名的钱氏家族,钱氏祖先是杭州五代十国的钱流,钱流为人善良,生前建桥修塔无数,家族福德也积得很厚,延续千年至今,钱氏家族依旧人才辈出,钱学森,钱仲书,钱伟长,钱三强后代兴旺十足,据记载, 钱流临终时,留下十余条家训,要求子孙忠厚善良,勤俭孝顺,于是才有了截然不同的家族结局,正如古语所云,即因德于冥冥之中,以为子孙无穷之计,父母为子孙积福累得,才能有延绵不绝的福泽,上天从不会亏待任何人,现在吃苦,将来享福,行善不失,积下因德, 有因德,自然就能感召来更多的福德,积善之家出柜子,不善之家无此福,父母想让孩子将来不受苦,就要从现在开始为孩子积福,而女想的福,其实都是父母积的德, 佛家有句话叫凡夫畏果,菩萨畏因,福德浅薄者日日受苦,福德深厚者享福不尽,世间众人不想修善因,却想求善果,必然是虚妄,唯有德行,才是善果的根本,唯有积善,才是累福的捷径。 学会这样的历史之本,比拥有家财万贯更重要,为人父母,行善惜福,才是在为孩子赔付积福,爱孩子,就多为孩子储存福报吧。